我们不要这样的都市计划 不反对红叶温泉的开发 但我们也不要像东浦一样 财团进来后的获遗证 这是红叶部落居民共同的声音 一张一百多公顷红叶温泉风景特定区都市计划草图 似乎已将红叶温泉以及红叶部落全部纳入重化的范围 然而这样的规划却未获居民的同意 担心将来温泉会让财团进入开发 为了开发整个温泉的部分 我们有划定了总共十个区块的一个开发许可区 那这开发许可区它的用意就是说 因为它基本上这些都是属于地势上 比较平坦比较可以开发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许可上 经过某种的申请的条件之后 我们可以让它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建筑 原住民的部落或者乡村 因为都市计划而把那边的人的生活 完全破坏掉 资本温泉原来是边南族的 现在边南族没有在那边 马南原来是阿美族的 现在阿美族也没有在那边 村长强烈指引都市计划的规划 表示全村的族人都反对 年轻村人阿里曼和菲利安很关心 都市计划带给部落的冲击 阿里曼指着目前种植约一公顷土地的花生 花生采收后转种凤梨 使家里能够维持生计 在这一次重华中也被纳入部落文教区 担心土地也被征收 菲利安收一块祖先留下来 在温泉旁的土地很早就被征收 以后可能也会出现饭店而感到忧心 所以我们觉得很难过 因为那个地其实从我阿公开始 在那个地方耕种 耕种好几年 然后其实那个地方也很漂亮 然后很适合休闲的地方 但之后可能会变成饭店也不一定 那如果没有被征收的话 我们以后兄弟想要在那边盖民宿啊 打木板啊 就这样子收取钱也可以啊 就最重要是我们自己用啦 对啊 由于红叶温泉以及红叶村拥有广大土地 分别种植凤梨 花生 玉米以及水蜜桃 都市计划带来的冲击 会不会因此解放原乡部落 财团得以进入新建度假饭店呢 尽管县府表示居民 对土地的支配权力不受影响 但是居民的心中充满着疑虑 记者福洛卡托夫院台东 原平 采访八道 依然 wal 大家都知道